全球头号军事强国美国 光每年的军费就有7000多亿美元 海陆空三军的武器装备更是种类齐全 量大至优 其中海军空军已经是妥妥的全球第一 而相对落后一步的美陆军也在近期发力 不仅将美军下一代轻毯完成了定型 即M10步克轻型坦克 也将是M2的后继车型XM30步兵战车 推进到了两强竞标绝选的阶段 看样子 美军是想把三军战力都提升到第一的位置 那我们今天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美国陆军的这两位新成员 在正式开始前 火力军要先花一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讲清楚美军的NGCV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美军为了替换掉福尼以达40年的M1主战坦克 M2步兵战车 史崔克装甲车 M113装甲运兵车 就在2017年公布了下一代战斗车辆计划 打算用全新的设计取代现役装甲车队 NGCV计划总共可分为六大项目 分别为要取代M113的AMPV项目 取代M2的OMFV项目 专门用以支援步兵的MPF项目 以及取代M1A2的关键致命性平台项目 和RCV五人战斗车项目 而M10步客和XM30步战车 分别就是MPF和OMFV项目下的产物 在MPF项目的竞标中 虽然有多家地面装备防务商提交了自己的方案 但由于新加坡方案率先出局 BAE公司的轻量化M8错过了交付期限 最终只有通用动力公司的方案入选 最终于2022年6月28日正式赢得了MPF项目 并获得了价值高达11.4亿美元的合同 按计划M10战车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 首批交付96辆 通用动力的设计方案 是在研制191轻型坦克和XCODE MBBT中型坦克的经验上 验证推导出了192轻型坦克方案 其改型就是现在更名后的M10布克轻坦 而这样设计的好处是能基本平台技术成熟 其研发风险低 而且XCODE本来就是注重防护的新一代重型布站车代表 虽然不再具有空头性 但M551和M8防护不足的问题却得到了缓解 当然由于是从布站改型过来的轻坦方案 M10布克存在车体重心高 基本重量大 被弹面积过大等毛病缺点 给人的感觉有点像M1主战坦克的紧凑版本 其采用的是通用动力公司 为AJAX系列轻型装甲车开发设计的底盘 配备了一门105毫米口径的XM35火炮 一挺7.62毫米同轴机枪 和一挺外挂式12.7毫米口径机枪 可为轻型步兵和空降部队提供更强的火力支援 并能弥补美陆军装甲车系列 埃布拉姆斯和M1126使催客步兵运输车的能力空缺 与埃布拉姆斯坦克相比 仅重38吨的M10布站车更轻更易于运输 一架C17可同时搭载两架M10布克 符合美军远程快速部署的战略目标 它将像二战中的M10驱逐战车一样 配发到各步兵部队 用于执行直接火力支援 炮火压制和反轻装甲等任务 符合MPF项目机动保护火力的意思 重点是保护步兵不是反装甲 从技术简单和低成本方面来说 M10要比全球现役的所有机动火力战车都要优秀 每辆要价1290万美元 可能是由于预算局促 美国陆军并没有开足马力大量装备 虽然在最初合同有96辆 但现在实际订单只有26辆 连一个坦克营都不够 不过这是短平快项目 预计今年11月就可交付第一辆试车 希望能在2024年末或者2025年初 看到第一个满边的M10布克营 而相比于已定型静等生产列装的M10 还在决选阶段的有望取代M2的XM30布战车 才是本期火力军要讲述的重点 参与OMFV项目的竞标团队 本来共有BAE通用动力地面系统 莱茵金属美国分公司奥什科什韩华 以及小型公司Parent Black五组团队 但在经过激烈的角逐后 最终只剩下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和莱茵金属美国分公司 两组团队进入最终的决选阶段 OMFV项目名也被美国陆军改为XM30机械化步兵战斗车 两组团队将评分16亿美元的开发资金 在各自打造11辆原型车后交由美国陆军进行评估 预计将在2025年第一季开始进行双方车辆的各项测试 最终竞标结果将会在2027年宣布 最终获胜者将赢得450亿美元的生产协议 虽然XM30原型车目前还尚未成型 但据美国陆军官员表示 这辆新型战斗车将采用油电混合动力 搭载一具50毫米机枪炮塔与反装甲武器 最多可同时载运6位士兵 更重要的是XM30的部分设备功能 将采自动化运作 有效降低战时的任务复合 预计会在2026年开始正式服役 而决选的两家公司车辆都非常的优秀 那谁中标的概率会大一些呢 首先这两家公司给出的方案 都是选择以现有的步战车为基础进行优化改良 但是为了区别现役的步战车 美国陆军为XM30的最终成品 制定了几个关键数据功能 如驾驶组员要有两人 能携带6名步兵 主武器为XM193型50毫米机炮 并可加装反坦克飞弹 动力系统采用油电混合动力 可降低噪音与热讯号 如果进展顺利 美国陆军希望在2027年 进行低速初始生产 到2029年实现全速生产 知道了这些规定 我们再来看看谁中标的概率大吧 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 提出的方案是193型装甲车 不得不说通用动力公司的野心真不小 192轻型坦克已经拿下了MPF项目 现在同期开发的193步兵战车 又进入了OMF1项目的绝选阶段 若是美军今后打算将轻型坦克 和步兵战车项目合并发展 那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 最终中标的可能性将非常大 因为以定型的M10轻坦所具有的功能 实际上与美国陆军计划中的OMF1项目 在用途和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重叠性 而M10和193就具有相同的底盘和技术 也就是S-Code步兵战车的通用底盘 S-Code步兵战车在上世纪90年代 就由奥地利斯泰尔·戴姆勒·普赫公司 和西班牙圣巴巴拉公司联合开发出来了 而通用动力公司在收购西班牙圣巴巴拉公司后 就立刻发掘出了S-Code底盘巨大的潜力 能安装非常多的武器系统 如安装105毫米火炮系统 以及至少两种传统105毫米炮塔系统等 此外 通用动力公司还和德国克劳斯·马菲·威格曼公司 联合开发了一种加长底盘的S-Code车型 将其用作多纳尔155毫米52倍口径自行榴弹炮的底盘 而英国IJKS步兵战车采用的是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 开发的新一代S-Code PT5型底盘 这种底盘的基本焊接钢装甲具备较高防护水平 在不加装任何附加装甲的情况下 正面可以抵挡500米外 遏制14.5毫米口径重机枪射击 侧后部装甲可以抵挡北约制式7.62毫米步枪子弹射击 由此可见 S-Code底盘不仅具有出色变形 还有一定防护能力 至于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的XM30步战车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在S-CodeR型步战车的基础上 换装美国化的装甲引擎与火力系统的重型战车 主武器应是一门50毫米机关跑和铁拳主动防御系统 机组员为三人 一名驾驶 一名炮手和一名指挥官 另有多余空间 可搭载8名步兵 而莱茵金属美国分公司的XM30 则是以KF41山猫步兵战车为基础 优化所得 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 我们知道山猫系列步战车是德国莱茵金属近年来的新产品 包括有KF31和KF41两个基本型号 其中 KF41步战车具有非常高的评价 被认为是目前各项性能最平衡的步战车 KF41的整体重量要比KF31更大 战斗权重达到了44吨 跟一些主战坦克差不多 据说它还能继续增加到50吨级 其中不少重量都用到装甲上了 而这么重的一辆战车 动力配置也相当强劲 莱茵金属公司特意为其配备了一台 利博海尔涡轮增压柴油机 具有1140匹马力的强大动力 搭配自动变速箱 能让这辆履带式步战车 达到70公里每小时的最大行驶速度 KF41的主武器电动炮塔内 安装一门双向共弹的35毫米机炮 辅助武器为一顶7.62毫米机枪 机炮可以发射穿甲弹和高爆弹 评射和防空作战都行 以战车模块化的设计和优秀的承载能力来看 以后可能还会提供其他型号的主炮或炮塔 KF41的车辆尺寸要比KF31大 拥有更大的运兵舱空间 能搭乘8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不过士兵们只能通过车尾的舱门出入 另外现代战争十分重视武器的隐身性能 而KF41的设计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它车体表面就喷涂防红外涂料 炮管外安装起到冷却和隔热的防护罩 均能起到一定的隐形性 而其最大的亮点是 KF41战车拥有一个承载能力超强的万能车体 可以围绕车体设计所需的模块化武器套件 防御套件等设备 从而实现快速转换任务功能 可以说是一款综合性非常好的步战车 能满足排挤单位的步兵联合作战能力 而蓝音金属公司的XM30步战车 是以KF41为基础上优化而来 那它的性能如何 又会在哪些方面进行优化呢 首先优化的肯定是火炮口径 KF41步兵战车 虽没有采用以往欧美步兵战车流行的 30毫米口径机关炮 而是使用的35毫米口径机关炮 但据美国陆军规定的 是XM193型50毫米机炮 还有一定差距 而且火力军觉得 未来火炮口径必然会朝着多样化发展 除了能适配不同口径弹药外 在打击力度外销出口上 也会有一定的优势 如D系列模块化炮弹 可以自由选择 30-120毫米不同口径的主炮 其次优化的方向 是向着武器装备数字化发展 KF41步兵战车 采用的主动防御系统和 态势感知信息显示系统 虽体现出一定的数字化成果 但在如今 高强度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战场背景下 KF41现有的数字化程度还不够 只有深度融入一体化作战体系 才大幅增强相关态势感知 及精准打击能力 而在这方面 新加坡猎人步兵战车倒是做得最好 是世界第一款全数字化装甲车 猎人步兵战车战斗权重29.5吨 可以搭载11名成员 与此前那些顶多是给车长炮掌 配备小型液晶显示器的 所谓数字化装甲车相比 猎人步战车 全面采用数字化技术和设备 能够深度融入作战网络 它为驾驶员 车长 炮掌和搭乘步兵班 全部提供了尺寸 比原先的小型车载显示器 大得多的功能显示器 接此 车组人员可以更好地感知战场环境 与坦克等其他作战平台 共享信息 更有针对性地发起 对敌方目标的攻击 可以预见 莱茵金属的XM30步兵战车 极大的概率会在这方面进行完善 当然 步兵战车十分看重防护性能 自然也少不了 毕竟在战场上 步兵战车是要伴随主战坦克冲锋的 而在现代战争中 随着反装甲武器威力越来越大 步兵战车面对的威胁越来越多 如何提高步兵战车防护能力 保护车载步兵安全 是当前各国研究的重点方向 莱茵金属公司的XM30自然也不例外 必然会进行多重防护 如以色列的磁虎步兵战车 它的战斗权重高达62吨 就是因为它穿上了层层铠甲 连履带也用侧裙板保护 最后的优化方向 应该是继续拓展KF41的模块化功能 KF41强大的万能车体 没理由不利用起来 而采用高度模块化设计 也必然是今后步兵战车发展的方向之一 比如具有通用驾驶模块的和任务模块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从步兵战车摇身一变成为装甲输送车 或装甲指挥车等 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 而且零件和组件的高度通用性 不仅能有效降低后勤保障成本 还有助于在战场上及时更换受损模块 快速恢复步兵战车的战斗力 这也必然是莱茵金属公司XM30的重要优势之一 总之 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设计的XM30方案 研制难度相对较低 配合是MPF项目建立的优势 说不定能一口气吃掉美国陆军下一代轻型坦克和步兵战车的所有订单 而莱茵金属公司研制的XM30方案 优化方向相对明确 且具有数字化模块化的独特优势 若是长远考虑 其优势会更大 因为NGCV计划除了这两项目外 已包含装甲多功能载具 机器人战斗车辆等项目 目标是将无人机AI等技术导入陆军装备 进而降低战损风险 并将打击范围最大化 而莱茵金属XM30的设计方案 能更大程度将其包容进去 所以两家公司谁能中标 就要看美国2027年公布结果前 模块化等相关技术的发展程度如何了 但无论谁中标 取代已服役达40年的M2部战车 已刻不容缓 即便历经数次性能升级 M2也难再应付未来战场需求 好了 关于美国陆军的新成员 大家觉得谁会中标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